好 回扣當入錯禮 什麼意思 這個是Jason 對 沒錯 因為這個故事 其實是講到我之前裝潢 碰到的事情 因為我新家裝潢 那時候設計師也知道 但有些時候找設計師 要花很多的錢 剛好就有一個朋友 打球認識的 他自己本身 他說他就是設計師 他可以幫我很多 讓我可以省很多錢 他也教我怎麼樣挑工班 各方面 我也覺得他花那麼多時間跟我聊 好 我應該要給他一點回饋 就是說乾脆我就 付一個費用 我就可以先給你這樣子 你也不會浪費你時間本錢 他說不用Jason 你那邊列筆錢準備好 這麼大氣 就是設計費也不收 令人敬佩耶 我覺得這個朋友真的是 太好了吧 上帝送給我的禮物 真的 然後他就開始幫我 發包泥座木工 然後一些外場 內場的 那些工人 因為我也自己會兼工嘛 然後工人就私底下跟我講 唐先生 拜託你跟那個誰講好不好 他一直在 他每天打電話給我 就是叫我 比如說 100萬他要拿10萬回去 10% 10% 他不要你的設計費 對 他還從下面拿 拿工班的拿 可是他現在每一筆拿 拿10%很多耶 每一筆拿10%很多 不少錢耶 然後我就後來 有一天我也覺得 男生就直來直往 就跟他攤牌 這樣我說 Jason 我不想跟你講 因為這些錢 是我要先幫你存下來 等你完工了以後 這些錢一筆送給你 當入住的禮物 好帥喔 表示你誤會他喔 我到現在還很懷疑 我是沒有誤會他啊 他有給你這個錢嗎 沒有 後來他就消失了 沒有 Jason 你的小人之心 你知道嗎 真的是小人之心嗎 那筆錢始終他還在 那他覺得你現在日子過得很好 給你那個 他想說等哪一天你落魄的時候 再給你 那你能救命前耶 那他 發想好遠喔 有可能 對 那那個人現在還有聯絡嗎 完全在朋友圈就消失了 斷絕了 斷絕了 打籃球的朋友 完全就這樣子不見了 我也覺得失去一個朋友 很可惜 但如果他真的是這樣子 這樣子也是滿感傷的 對啊 萬一他真的是好心 他有在看節目 不然你跟他說幾句話 要講名字嗎 可以可以 算了啦 不要 那個啦 Steven啦 代稱啦 Steven 如果是真的話 那筆錢可以拿來 我現在過得沒有很好 有小孩 我有一個公班的 就是因為我之前就是家裡 也在裝潢 然後呢 我們不可能 就是24小時 對 每天盯在那 所以之後我就是從Line看到 就是今天他們就是完工的照片 然後就發現 奇怪那個磁磚是歪的 因為他是比較小的磁磚 他就是要那個啊 對 要是賽克 對 要是賽克 對 要貼紙的嘛 然後我就去跟公園說 不對 你們為什麼 我就去現場直接問 我說你們怎麼會做歪的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啊 他說 你不知道現在外面的裝潢 或是高級住宅 都是做這種歪的嗎 不對稱 不對稱 而且是就是很奇怪 就你 流線型 對 我們不是專業的看都知道 這很奇怪吧 那表示你真的 對 我們不夠專業 我就是只想要這樣直直的 他說你要直的 那你可能要重新貼錢這樣 其實只是他自己原本的水泥 沒弄好 然後他就說是歪的 裝潢界就普遍缺工 對 那個有人願意來你家幫你木座 你真的 見他一次面謝謝他一次 真的 要不然他隨時會不見 我一個木工 坐了三天 然後五天就不見了 五天後才看到他 我好感動喔 然後我也是買老虎牙齒給他喝 然後飯糰這樣子 很好 然後我就在那邊盯著 我想說這樣你怎麼不方便走了吧 他有辦法 他在那邊在那邊刨那個木 他一直在那邊咳嗽 就說 陳先生 我下去買個感冒藥 我說你會回來吧 我沒有感冒藥 我不能去死 我怎麼會不回來 然後就走了對不對 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怎麼會有這種人啊 他真的就消失了耶 你有別的工在等他 而且這一小時 就沒有再回來過了 後來設計師沒辦法 設計師也找不到他了 只好再換另外一個 那個人從一半接熟 就很頭大 對 所以 在現在要抓惶的人 有任何工人願意來你們家做 真的都 對他們好意料 是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 對 不要挑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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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 對 來 謎片 就是傳說中的A片 迷片欲蓋迷章 更歪樓重視 大概現場之後 李明川說得出來 奇怪 怎麼 碰到我都是在聊這個 但是這個其實不是迷片 是闔家觀賞 在電視上面會播的 以前我們還小的時候 但是也差不多青春期 爸爸 媽媽 還有我跟我姐會在家 客廳看電視 有些時候看到電影 有一些打豆片 清熱的嗎 打豆到後面 我爸原本是以為是打豆片 但打到後面 好像女主角看到他太開心 因為來救他了 所以當下男主角 就把女主角推到牆上 然後他們就開始 畢咚他 對 畢咚開始在喘氣 然後我就聽到喘氣聲 更大聲是我爸 開始厚重 我爸講那個 他是來救他的 對 然後我爸就旁白 他來救他 然後男的就把他臉 貼在他臉上面 然後就開始親了 他想說 他現在很生他的氣 他要殺他 我爸在旁邊 殺他親 因為他先殺了他 所以他很生氣 他殺了他 這女孩子在反抗 後來這女孩子又 畢咚完又被反過去 從後面 我爸講說這個 他們有些看青春那個時候 他現在在 個評審 就是電影上都會有 老汗推車 沒有 因為我爸太尷尬 他想說他們現在 感情這個糾紛真的是很難解釋 他們兩個其實一開始很恨對方 現在就想要再摔腳 然後講著講著就轉台了 然後我媽在旁邊笑聲 你到底要掰到什麼時候 因為那時候其實 我們大家都已經懂了 但是作為父親可能會 比較不曉得要怎麼樣 跟我們講 而且現在小孩都很早熟 因為我們有一家人出去玩 就家族旅遊 我們就是住不同的房間 就是 你也知道 我們有時候去中南部 那個隔音比較差 隔壁就有一直隱隱隱隱在叫 然後 那時候我哥的小孩還比較小 其實他們都懂 現在小孩子很早熟 你知道小學國中他都懂了 他就一直在那邊這樣竊笑 然後 我嫂嫂就看他們說 隔壁有猴子在叫 是有猴子在叫 然後後來又聲音越來越大聲了 然後他就說 他在叫救命啦 他在求救 求救 然後你知道我哥小孩這樣看見 他說 那媽媽你趕快打電話報警啊 你趕快報警 人家在求救 你趕快打電話報警 然後我嫂嫂 就腳在那邊按 然後說奇怪 怎麼都不會通 然後他就說 那個報警的電話永遠都會通 你知道我嫂嫂就已經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再像剛剛講的 其實我本人就是青春期的時候 確實有一陣子 沉迷於各種三集片 都會 青春期的時候 大家都是這樣長大的 沒有沒有 就是 我沉迷的原因是因為 我那個時候流行的什麼育卜團 什麼寶劍那一類的 他們都是穿古裝 但是都是薄紗 然後我覺得 裡面都是仙女 因為那個紗都會這樣飄 在樹叢裡這樣飄 然後那個紗就會這樣掉到這裡來 我都覺得 天啊 好性感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以前就 那你口味特殊 對 因為古裝我是一概看不下去 只要穿上古裝 我都覺得很怪 有一點 沒有 我喜歡有那個過程 就是風這樣吹的沙 我喜歡名著改編的 然後掉下來 名著 像小婦人 傲慢與偏見 對 醉與乏 林犬 我看過一部 我看過一部名片 還有一篇叫 林犬來希 有 但是我講醉與乏真的很特別 他就是醉與乏 然後本來原著是 杜斯托野夫司機 而且杜斯托野卡車司機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 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犯了一些罪 然後要被處罰這樣 沒有 但是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我們那個年代其實是 你知道資訊很不發達 所以你要去看 謎片或租謎片 通常都是在 對 錄影帶點 會有個小房間 對 會有個小房間 會有個小房間 我不能讓人家看 不可以 不是 是不是 因為那個是違法的 不可以在前面 所以你外面都放正正正的片 Melonty講的我知道 在美國有專門那種片 後面還有小房間 然後就是你自己 可以到裡面去解決 可以 你可以租回家 可以 但是警察來的時候 那我們一定打不開 對 鎖起來 那警察妹來的時候 我們進去就歸歸歪歪嘛 然後老闆就知道 我們要租那種片 他就會比那裡 然後我們就打開 然後砰 關起來 那個小房間 陳列的就是所有的謎片 各式各樣 因為我當時高中住校 所以我只有週末會回家 所以週末就是我的歡樂時光 就是享受各種 與謎片相遇的時光 然後我 禮拜天要回學校 所以是禮拜天以前 我要銷毀這一切 就是要趕快拿回去還 什麼什麼的 有一次呢 我就是去還片的時候發現 怎麼有一部片 還不見了 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後來我就發現 原來那支 我找不到的片子 在錄影機的上面被 就是東西有點蓋住 然後因為外面那個貼紙 不是是用手寫的嗎 我就趕快拿去還這樣子 結果再隔週回去 我媽就說 你喔 不要一天到晚都看了一些 不正經 543的東西 我說看什麼 他說那個啊 上禮拜那一支啊 我說哪一支 爆炸性行為啊 騙人都記得了 對 記得好清楚 因為是他去把它退彈 拿出來放上去的 然後我就說 什麼爆炸性行為 他本來說在裡面 因為他本來在裡面嘛 我就忘了嘛 然後重點來了 我說爆炸性行為 紀錄片啊 我就馬上推脫說 那是一部紀錄片 那是紀錄你知道 各種爆炸的事情 各種生活科學 你怎麼樣 什麼加什麼會蹦 你要小心 超扯 他相信嗎 沒有 我媽看著我說 你以為我不知道那是爆炸性行為嗎 對啦 因為我 這個狀況我也有發生過 就是年輕的時候會想要看 但那時候還是 就像VHS的時期 對不對 然後 小時候因為很喜歡儲留箱 所以知道他講的一句話就是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那一片藏在 我爸媽床的下面 結果我想說這裡最聰明 一定不可能被他發現些什麼 結果我後來 我又在第二次去看的時候 發現奇怪 怎麼跟上一次結束的點 是不一樣的 被看了 被看了 那隻騙子被看了 居然被看了 而且看的人也不知道說要把他倒回原點 不知道倒回原點 但是大家全家人到底誰看到 現在都不曉得 一個謎 我承認啊 新招不宣 真的 對 還是不要戳破比較好 對 那你懷疑可能是誰看 我覺得應該是我媽 對 因為有一次我姐跟我講說 中媽媽都有在看你的片子 我說你怎麼這樣講 她說對啊 有一次媽媽約我看說 快來看中的片子都好黃喔 來